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公 我回来啦 这一晚上你去哪儿来啊 我朋友出去玩去了呗 什么朋友啊 一晚上都不接电话 别我一回来 你就问问没完没了了 我洗澡去了 你别忘了你现在身份啊 现在什么身份啊 你别忘了 你现在是已经结了婚的人了 我提醒你 结婚又怎么样了 什么结婚又怎么样了 你看看人家结了婚的 谁成天往外跑 这是家 不是旅馆 我这里说啊 你说我们家今天来看 让咱俩去一趟 你说不去就不去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咱俩不是说好了吗 有婚前协议 婚后要保持你我的自由 那 那协议能算数吗 我当时就 就只说说 我也没把他当真啊 我可是认真的 看什么看啊 你看什么看ả spell 咱俩害犯 errors 别闹 我真没嘴 我真也是为何 你可判 等等 可省不 我们说好了 婚后要保持客资的自由 要不然你不许碰我 你说什么呢 干吗 什么协议啊 自由浪 我都跟你说了 那是开玩笑的 再说了 你看哪个夫妻结婚不 之后不是长江厮丞了吗 这是亲爱的 生气了 不要生气了 宝贝 不生气了 好好好 我都听你了 我都听你了 行不行 以后认真 认真对待 这可是你说的 婚后保持客资的自由 不许挽毁 是我说的 是我说的 不后悔 不后悔 来 周麻 把车开过来 好的 亚彪 你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了 你打扰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什么意思 你都跟安亮说了什么 我怎么觉得你特别幸灾乐祸 是不是我的家庭破碎了 你特开心啊 安亮都跟你说了 他怎么能这样呢 我还以为我跟他之间进行的 是一场男人之间的对话呢 他干吗要告诉你啊 亮明 亮明 你听我解释好不好 其实我的本意不是要挑拨 你跟安亮之间的关系 我只是希望安亮对你 能够更加地珍惜一点 希望他不要因为你们之间 失去了孩子 而对你发生态度上的改变 我的说法点是好的 这么说来 李大人 我还得谢谢你了 但是我真的拜托你 以后不要再关心我的事了 我们就当做从来不认识 雅明 我的本意真是好的 雅明 symbol官方的漂洁 雅明 澄谱 与 变清 消 an isz 名 念 庄婷 李律师怎么得罪你了 让你生这么大的气 少打听 开你的车 要不我给你放点音乐 我想安静一方 你来干什么 我们家不欢迎你 我是专程过来找你的 我想跟你谈一谈 谈什么 咱俩没什么好谈的 我有很重要的事要跟你说 你下来 说吧 说完就请你走人 我跟你说的就是这个 上次你打我我一拳都没还 我以为那只是我们男人之间的一种约定 让那次谈话成为我们之间的秘密 没想到哪句专家名捅破了这层窗骨池 这一点你不像个男人 我才是男人 你怎么跟我妻子交流 那是我们自己的事 根本用不着你来管 安静你给我听清楚 我先把丑话说在前头 如果你的雅明好 疼他爱他 我李大人无法可说 但是你如果让我知道 你让他难过 咱们俩走着瞅 你愿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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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你愿不借 油150克 放入冰箱 喂 珊珊啊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我给你做好吃的呢 什么 你要给我做饭吃 你做的饭能吃吗 你可不许打造我积极性啊 说真的 亲爱的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我跟你说正经的 我今天晚上有一个饭局 我一度回家陪你吃饭了 你自己好了睡吧 拜拜 喂 喂 老公 我忘跟你说了 我手机充好电了 你帮我滑一下 谢谢 亲一下 喂 你又把什么落加脸了 我说你就不能回来看看我呀 我 柯盛波啊 你小子发什么疯呢 你谁啊 你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我是姜冠平 你小子从美国回来了 你太不够意思了 回来也不提前说一声 你在哪儿呢 行 我去找你 在看什么呢 订机票 回美国 为什么要回美国 发生什么事 你脸怎么了 问李达人去 是他打的 等等 我问你 你是不是又跟他见面了 我今天在法院碰到他了 我不知 安良 我现在知道了 之前是我不对 我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 是我太没分寸了 我跟你保证 我以后再也不理李达人了 你别生气 不要回美国好吗 我真的很需要你 你叫我怎么相信你 你看我的行动好吗 你脸还疼吗 我去帮你拿冰块服 我去帮你拿冰块服 顺波 那哥们儿敬你一个 我见到你可真他们高兴啊 别别别 这杯我敬你啊 这个呢 一是给你接风 第二呢 兄弟要是挑你理的 你为什么回来 不第一时间通知我 我跟你说 下次这样 我就不给你当兄弟了啊 行 我承认错误 来 干了啊 干了 你小子酒量 见着 来 刚才跟你通电话 你好像心情不大啊 怎么的 不是跟媳妇吵架了吧 去你呢 去你呢 说什么呢 谁跟媳妇吵架了 你不了解中间的情况 我老婆吧 平时特别想出去玩 老不在家 说什么这是 她的人身自由 让我尊重她 我说她说的挺有道理的 有什么道理啊 你在国外待时间长了吧 你不知道 我们在结婚之前啊 有过婚前协定 说婚后啊 要保持各自的自由和隐私 你知道要签那种协议 我当时就是哄着玩嘛 谁想到结婚的时候 当真事了 天天拿这事催我 天天拿这事威胁我 威胁你 她敢威胁你 告诉我 她怎么威胁你 我帮你收拾她 你是想收拾她吗 你是想亏她隐私吧 我才不告诉你 我说你小子 你可真够没用的 你不像当年啊 谁没用啊 你看我什么时候 没用我以前啊 不过 我说句实话 在现在这个社会啊 只要你媳妇 对你没有外星 我觉得就可以了 别那么讲究了啊 喂 你 你刚才说了个什么词 卖心 我说了吗 卖心 我怎么没想到啊 你提醒我了 我真得试试她 你干嘛呀 你沉沉叨叨的 你干嘛呀 我跟你说 我现在想一个特别好方法 保证不会出事 你开什么玩笑啊你啊 你小子没病码 让我去打探你老婆的隐私 你把酒都喝到哪里 过过过过去过去过去 我回你那边去 谁 陈金敏你小子在 你脑子在想什么 谁跟你开玩笑了 谁跟你开玩笑了 你想想啊 咱俩是发小话的 我 我老朋友没见过你 再说你长这么帅 又在国外度过街 你说哪个女孩不喜欢你啊 我跟你说啊 帮我追求追求他 看他对你怎么样 我也看看他对我怎么样 是不是 大猪 这小子是想玩真格的是不是 让我去干那么缺德的事 我告诉你 不不 别 别跟我转阳闻 谁不会呀 你说兄弟是干嘛呢 兄弟不就是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吗 现在兄弟有难了 你说是不是得帮一把 这么的 这杯酒 没事啊 干了 干这么一点 就让我为你赴糖倒火啊 吹了 吹了 哥们儿 我就答应你 行 来 吹了啊 一言为定 只要你不后悔 肯定不后悔 来 走一个 我今天报告的内容就是 美国网络发展 从狂热躁动到理性探索 美国是历史上最早出现媒体网站的国家 从经济运作的角度上来说 美国的网络发展已经历了 狂热躁动 低谷 走出低谷 探索理性发展 并出现成效的三个阶段 抢占数字化市场的动机 和唯恐 迟缓一步 就可能失去市场先机的担忧 激发起美国传媒公司 首先抢贪 网络一步 向唯恐 这就是我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的内容 谢谢大家 你刚才做的报告对我们公司非常很好 谢谢 现在国内网络公司竞争很激烈 对 你讲得很对 关键还是 禁营运作模式的问题 是的 我们公司最近也很注意吸收一些国外的先进经验 这是我们研发部的梅珊珊 她现在手头正在做的就是一个 关于调整运营商合作模式的案子 你可以向蒋先生多请教一些国外的先进模式 对不起 接个电话 你先忙 好的 你好 你好 这边请 我刚才看你一直在记笔记 这样吧 一会儿我把我的资料拷贝一份给你 你可以拿回家慢慢看 这样就不用记得那么辛苦了 这个是我的名片 谢谢 我家里还有很多关于网络发展的书籍和资料 应该都是美国的第一手 要是你有兴趣的话 我可以拿给你作为参考 哈喽 哥们 第一步已经完成了 她是不是不知道是我安排你去的是吧 你这是在怀疑我的能力吗 我们已经很顺利地进行了认识 而且互相交调了名片 快点跟我说吧 你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 没问题 拜拜 拜拜 请问哪位是梅珊珊小姐 是找我的吗 您是梅珊珊小姐吗 对啊 这是为先生给您钉的玫瑰花 请您牵车 谢谢 谢谢 好漂亮的花呀 我看看 你老公送的吧 嗯 希望你不会因为我的唐妥感到惊讶 这束玫瑰献给一眼爱恋的女神 江冠平 不是她 真不公平 怎么都没人送花给我 你喜欢送给你吗 送给我啦 那我可拿走了 谢谢啊 谢谢啊 宣伯 我觉得你别欲骂她 我觉得她对你挺忠诚的 九十九朵玫瑰送了这么多天 她连个反应都没有 别说电话了 短信都没回一个 唉 要真是这样就好啊 就怕坚持不到最后 你呀一定有病 别人都盼望着自己媳妇好好的 就你一天到晚 盼着人家宏信出墙 得了得了 好了 我这也弄完了 咱们酒吧喝酒去 起来了 来来来来来 我晚上喝酒啊 等一下 换点衣服啊 白天每时每分我都在想念你 夜晚每时每刻 我都在梦见你 真浪漫 这花总是我的 那可不一定 小小又了 你来啦 花 这天底下 没有女孩子不喜欢红玫瑰的 这天天送我们迟早会动心的 来 藉岳神波 喂 怎么样啊 你是不是开始上钩了 小子真是太紧了 我要是你媳妇 非跟你离婚不可 别管这个 百分之二十已经完成了 你想我不能打贴糖果 千万不能打贴糖果 坚持住 坚持住胜利 简直是不可理议 来 没有人 全都inden 有一 就是一个人 的 其他的 我在因为 这个健康 究竟 还有一面 你弄得我的心 快速 你都要丢到我 你都要丢到我 真够浪漫的 这么多呢 动心了 哪有 好 你说没有 那我可把这些花果都扔了 你呢 珊珊 你看看你 都快成木偶了 明明都动心了 干嘛去撞着什么都没发生啊 你可是个活生生的人 活得们累 有意思吗 给自己点空间 好好想想吧 喂 喂 珊珊啊 你是不是快下班了 今天晚上我想约你一块吃个晚饭 晚饭之后呢 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没事 没事 没有时间那就改天吧 那这样 你可要照顾好自己 多注意身体啊 好嘞 那就这样啊 拜拜 拜拜 他没有时间 我说你就不会一直约他吗 他肯定有 这事不能着急 星期吃不了热豆腐啊 有什么吃不了热豆腐的 嘘 珊珊的电话 姐姐 就今天 就今天啊 珊珊啊 怎么了 好的 好的 那这样子 你等我一会儿 我马上就到你公司楼下去接你 好 一会儿见 拜拜 拜拜 欧拉 耶 哈哈 盛伯 怎么了 你可真的想好了 这个游戏到底要不要玩下去 当然玩下去了 而且必须玩下去 我一定要知道 神仙是不是百分之百带我 行 哥们支持你 快换衣服去吧 神仙 你看这一座 哦 这个 有两张人的脸啊 对啊 这是表现的一个人啊 有着两种不同的情绪 挺有意思 看这边 里面还有好多啊 珊珊 你觉得这些画画的怎么样 我觉得这些画的颜色都很鲜艳 很有视觉冲击力 不会是表现派的吧 珊珊小姐 看不出来 你对绘画艺术也挺有研究的嘛 哪有啊 我都是凭自己的直觉在说 哎 关平 你怎么想到会带我来看这个画展啊 其实这些作品都是我一个朋友画的 可能啊 你都想象不到 有时候他一日三餐都成问题 可他却能省下吃饭的钱 来买一些颜料和画板 他对艺术的追求真的很让我们佩服 就像这次小小的画展 也是我们大家凑分子给他办的 怎么了 这两幅画很有意思 怎么有意思吧 是表现爱情的吧 你说得太对了 看来你的直觉还是很整的 你看这幅画 两匹马 象征着奔腾和自由 一种对自由生活的向往 你再看这一幅 天使 两个可爱的天使 飞翔的天使 这是对自由爱情的一种追求 我曾经就问过我那个哥们 我说你 有时候连饭都吃不上 还要这么追求你的生活 那有什么事情还让你过不去的呢 他就告诉我了 一件呢就是他不能再纸笔绘画 还有一件就是不能找到一份 很纯真的自由的爱情 画家很昆狂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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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aling 对 ні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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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逆对 一下 中国的 天使 两个可爱的天使 非常的天使 这是对自由爱情的一种追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啊 我又跟他讲了一下 那雪莉酒的来历和酿造的过程 他非常惊讶 你只有很崇拜的眼光看着我 哥们 这四十搞定 你这臭小子 在学校的时候 我记得你就用这套蒙小姑娘 你怎么这么多年还用这套 谁用这套蒙小姑娘了 还要不要我帮你了 要要要 那你赶快说说 后来呢 我走了之后 你们都干什么了 你还问他 李阿姐只就是一混蛋 还跟我们玩跟踪 要是被他发现了怎么办 后来啊 我们也就走了 到广场上去遛了一圈 哥们我还做了一回英雄 就了一个成余落叶 碧月修花的美娇娘 你能不能告诉我 这怎么回事啊 别紧张 他差一点摔倒 我只是扶了他一下 来来来 周法官 怎么会是你啊 怎么就不能是我 据我所知 这个案子的主审法官 应该是庄雅明才对 没错 我们今天就是代表法院 正式通知你 你代理这个案子的 主审法官庄雅明 将正式变更为 郑立军法官 他今天正好在外面开会 所以特地委托 让我们通知你 我作为被告方 特别授权的代理人 我对你们的决定 有些质疑 这些决定是否符合 法律程序 完全符合 这点你大考放心 那 周雅明法官 为什么不担任 这个案子的主审法官呢 这是由周雅明法官 自己提出来的 所以法院尊重了他的议员 那总得有个理由吧 对不起 无可奉告 无可奉告 我以前啊 真的很少看戏剧 不过这次那个电影 还挺不漏的 看你的样子啊 你平时一定非常喜欢 看那些具有悲情色彩的爱情片 我猜的没错吧 才不是呢 我呢就是特别喜欢 看一些喜剧片 比如像美国独立制片人 柯恩兄弟的 我更是步步不辣 不过你要是有兴趣的话 我可以先给你看一些 好啊 那你喜不喜欢 大卫里人的电影 你说的是 美国白衣时代的代表大师 每部作品都具有 非常浓厚的史诗风格 是不是 没错 说实话 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 不过你要是喜欢的话 我可以重新拿他的作品 来欣赏一下 重新地评估一下 这位大师在我心目中的位置 这么快就交枪投降了 真是一点立场都没有 这可是因为你喜欢 所以我也喜欢的 这样吧 你不是喜欢重孤大师的作品吗 这个借给你看看 相见后来 还真是服了又 你不是喜欢到每天背着他的作品在身上吧 当然不是了 是我借给我同事 然后我同事 他刚好今天还给我 所以你才有幸能观赏到这部影片 好吧 为了我的事 你今天晚上我请你吃个晚饭 我可没说晚上要跟你一起吃晚饭 梅香香小姐 可不可以赏光 共进晚餐 我考虑一下吧 我觉得还是不够真诚 还不真诚 还不真诚 不行 不行 考虑是不是 你笑死我了 你笑死我了 你觉得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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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良 我想再有个孩子 今天的成功率会很高的 你今天很美 那我先去睡了 我先去睡了 什么事 我先去睡了 干嘛 我先去睡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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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不接电话啊? 我不是答应过你吗? 以后再也不跟他联系了? 二亮,我们继续好吗? 雅明,我觉得我们之间还有很多事情没有考虑清楚 关于我们的未来也没有确定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要和孩子好像有点不大负责任吧 雅明,听我把话说完 说句实话 有很多事情我都没有想清楚 你 我 我 甚至包括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未来的生活 这些我都没有想清楚 我可以有个孩子 但是我觉得 不应该是现在 不应该是现在 安良 我希望你能好好想想我今天说的话 有没有事 你好 你有没有想想想我 你也要想让我变脚 这些人是新闻的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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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我 新波 在门了 来了来了 新波 你怎么来的 干嘛呢 干爹呢 老队呀 什么名啊 相见恨晚 你喝什么 随便 你不会是对我老婆相见恨晚吧 怎么样 开始 怎么把山人照片都放手机里了 假戏真做嘛 我这 对对对 来 快快坐 快坐 咱们交流一下 交流什么呀 交流 山人今天有没有什么新的动向 也没什么新的动向 我们今天就是去看了一场电影 不过他好像对喜剧呢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兴趣 所以我们聊的话题也不多 后来我们就是去吃了一顿饭 也没有跟我有什么表示 今天真的 真的没什么特别多的 就这么多 就 就这么多 太没意思了这眼 其实我也觉得挺没意思的 要不 新波 咱们这个事就到此为止 不要再玩下去了 那怎么行啊 这叫半途而非 呀 是啊 感谢观看